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就是爱理财 我是主持人力龙,也是你们投资理财的好朋友哦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先介绍我这个频道给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投资理财的知识书籍和相关的服务资讯 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和留言分享,并且记得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财经知识咯 接下来进入今天要介绍的主题 巨人的笔记,随书复摘要生活大小是记录别册 用记录改写人生的方法 原文书名、内容简介 韩国首位记录学家亲手 实践近30年,改写人生笔记法完整公开 随书复摘要生活大小是记录别册 陪你养成摘要习惯,将隐性知识转换成显性知识 资讯洪流时代,笔记是人人都必须了解的显学 但笔记不是写下来就好 用对方法吸收与转化 即使现在是诸如,也能自我进化为巨人 大幅提升成长可能性的记录三步骤 学习、对话、思考、日常、工作 五大领域一本通用 聪明输入,化为行动力产出 今天写下的那一行 可能唤醒你内心深处尚未被发现的潜力 记录 让本书作者在迷惘中找到人生前行的方向 也让他只花六年半就拿到一般人花十年才能取得的博士学位 并当上教授 本书不藏私介绍作者所开发出的 变身成长型人类的五大领域记录法 带你记录学习 把知识化为自己的 记录对话 掳获人心 把陌生人变成客户 记录思考 成为点子银行 记录日常 早上写梦想 晚上写过往 成为人生的主人 记录工作 获得强大的成就感 记录是最简单 最快速的突破方法 掌握本书的记录技巧 无论生活 学业 工作 人际关系都会变得更透彻 找到问题解决知道再也不是难事 名人推荐 阅读前少战战长瓦基重点推荐 读者热烈好评 这本书令人惊喜 没有世面书籍令人烦闷的陈枪烂调 作者结合了自己过去的经验 介绍各方面 阅读 日常与工作都能派上用场的记录方式 是一本让我真正领悟记录重要性的好书 记录下自己的想法 那份记录就会成为我的人生 我喜欢阅读 想长时间记住书的内容 所以开始写部落格 而我的手册每天都会贴上小纸条 我的无数想法与知识都会写在部落格上 记住记录 我清楚看见在记录中成长的我 因此我对这本书深有同感 要想进一步成长就必须要记录 因为人类是善于遗忘的动物 无法战胜记录的力量 这本书对想要更上一层楼的人会是一本好书 这本书简单明了 每个部分都非常重要 值得一读再读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记录不是巨细迷遗的流水账 而是抛弃该抛弃的 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 不要试图接纳一切等 婚前我喜欢把一天的日程密密麻麻记录下来 有时候其实做不了那么多事 很多时候无法按计划行事 读完这本书后 我改变了我的记录方式 把日记本整理成适合我的形式 再也不觉得茫然 变得更幸福了 以后我也会继续记录的 作者介绍 作者简介 金义汉 韩国最优秀 也是第一位记录学家 在韩国动荡的年代度过青春 在记录学中找到人生前行的方向 并创立了韩国现行的国家记录管理框架 毕业于首尔大学韩国史学系 东京大学历史研究所 先为明知大学记录与资讯科学研究所教授 并担任韩国记录学会与韩国国家记录研究所所长 担任记录学者的25年来 努力向大学 政府 社会传达记录的重要性 2000年起 投入所有新力制定公共机关记录管理相关法规 并于鲁武宣政府时期 接下青瓦台记录继业务改革特别小组咨询委员长的职务 为了建立企业、文化艺术、乡村的相关档案 在韩国各地培养了超过300名记录研究师 并致力于将记录学带出公布门和学术殿堂 推广到个人应用上 目前也经营30万追踪者的YouTube频道金教授的三件事 透过影片提供如何写笔记或是读书的方法、早起的方法等 译者简介 陆毅 韩文系毕业 已交换生身份旅居韩国一年 显为全职翻译 亦有工作管理、金融股票、心灵成长等类型书籍 以及各类专业文件 亦做有巨人的笔记、负责的态度、40岁起的人生课等 Instagram 目录 需记录下来就能看见人生的方向 第一步记录的人 第一章成长 亦成为记录型人类 二、你依然有成长的机会 三、建立自己专属的成长机制 四、抓住消散的知识 五、思考会以螺旋式成长 六、活用内在资产 培养思考能力的三个练习步骤 第二章自由 其你的生活之所以空虚 八、找寻真实欲望的过程 九、找出不想工作的真正原因 十、假如对未来感到不安 就把经验记录下来 十一人生的本质就是追寻自由 十二月分享就越多人知道的记录 练习以记录认识自己 第二步巨人的摘要法与分类法 第三章专注 以记录高手不会写太多 二、留下重点 其他全丢了 三、不能理解的就不是自己的 四、把书读进去的最佳办法 五、丢掉误读的恐惧 六、拼凑合摘要的决定性差异 摘要生活大小时的习惯 第四章拓展 七觉得茫然 就把事情分开来看 八分类 就能看见烦恼的解答 九笔记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分开整理 十如何整理堆积如山的记录 让它起死回生 令人开心记录的几种工具 第三步巨人的五种记录法 Introduction记录 再记录 持续记录 第五章学习 一将资讯化为知识 将知识化为智慧 二读完书后 记下关键字 三轻松看懂 尖身书籍的方法 四让墨被变得容易的学习记录 五如果想把文章写好 就多笔记 第六章对话 六对话如何成为知识 其交流中累积的对话奥秘 八如何不错过话语中隐藏的智慧 九记录对话的脉络 十抓住对话时 瞬间涌现的念头 十二如果觉得烦恼 就记下你的想法 十三如何记录前一时 十四记录造就天才 第八章日常 十五不要把心力放在海市渗楼 多专注真实的人生 十六早上写梦想 晚上写过往 十七今天的记录将会成为卖点 十八记录型人类的日志使用法 第九章工作 十九如果想变得有能力 就记录自己的工作 二十笔记主管的指示 二十一改变人生的日志撰写法 结余 但愿我们活在自己当家做主的世界 序 前言 记录下来 就能看见人生的方向 我对记录著迷 出于很多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我需要一个突破点 帮助我跨越党在学问之前的仗币 高中二年级时 我因为一文社团学长的关系 开始接触史学 他当时说的话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大概是这么说的 金东人的小说马铃薯 金珠英的诗草 全都在历史留下了一页 了解历史的话 真相就会大白 我跟那句话绝历了好几天 了解历史后 一切似乎都会变得明朗 我相信 无论是文学作品 限制自由的宵禁 或者刚从乡下来到 九老工业园区的女工人生 只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 一定能得知这莫名的愤怒 空虚和失落感 究竟意味住什么 就读高中的时候 我之所以想考大学 只为一个原因 那就是好好学历史 从未认真准备大学考试的我 为了实现学习历史的报复 从高二暑假开始浮案苦读 我整天泡在学校前的K书中心 连吃饭和睡觉都没有离开 想尽办法补足先前的进度 得益于那段时间的苦读 我在班上的排名 原本落在中间程度 后来却考上了 首尔大学的人文学院 大学是我用血汗换来的 自由与梦想 就读大学后 我很快就著名于史学 只要是学长们认为不错的书 我都会找来看 连他们的一句话和呼吸都不放过 非常执着 可是 上天好像不站在我这边 那年秋天 时任总统的朴正熙 被中央情报部部长金在归枪杀 他的死亡闹得天翻地覆 也动摇了我的世界 比起走进教室 我更常走上街头 那时候的世界 并不适合悠闲地坐在教室里翻看书本 学长和同学也和我抱持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的大学时期有一半以上的时光 都是在动荡的街头一起度过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不顾父母的忧心与劝阻 毅然决然选了历史学系 我想深入探索历史 这是我从高中开始认真读书的原因 也是我的夙愿 然而 把历史选为主修科目后 我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得不太一样 我很彷徨 一直以来 我以为深入探索历史 及此解读一件事 找到正确的方向 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且致死方休 然而 站上街头的那一年 我的价值观彻底被颠覆了 说得更准确一点 我不知道汲取书中知识或走上街头 哪一种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 所以开始彷徨 我当时深刻体会到 有些仗壁 光凭学习历史是无法打破的 在这段混乱的时期 518民主化运动爆发了 次月 即198年6月 我因为在戒严时期举办学系读书会 首次进入首尔警察厅对共分室 被关了半个月左右 同年年底 我受到所谓的物林事件 首尔大学自治组织事件牵连 被关入南营动对共分室 长达一个月以上 后来我虽然没有坐牢 却成了强制征兆的牺牲羊 在江源道林提郡 圆通当了两年以上的兵 待在陌生环境里 我的思绪越来越乱 我每天都在思考 焦躁地想住为何读了这么多书 还是一事无成 尽管历史和哲学可以为人生指引方向 依然远远不够 我得改变才行 想满足这份渴望 我的手中必须有更具体的实践方法 左思右想后 我找到的答案就是记录 留下记录 使我不再彷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 违反脑袋来解答 同时还让我跳脱框架 不继续困在历史等于理论 记录等于实践的二分法思考当中 追求理论历史才得以实践记录 经由实践 记录才能有理论历史 记录是突破思考极限的最佳力气 把所有单纯的想法记录下来 它们便会成为方法 成为历史 想通这点后 一切终于明朗了 就这样 我成为韩国国内第一位记录学者 担任记录学者的25年 我努力向大学 政府 社会传达记录的重要性 二年起 我投入所有新力 制定公共机关记录管理相关法规 并于卢武宣政府时期 接下青瓦台记录 继业务改革特别小组 咨询委员长的职务 记录学会成立后 我的学术活动依旧没有停歇 为了建立企业 文化艺术 乡村的相关档案 我奔波全国各地 培养了超过300名以上的记录研究师 在长期的记录 教学 推广之下 我发觉未能正确理解或活用记录的人 远比想象中更多 这让他们时常碰壁 要是他们能做好记录 无论是生活 学业 工作 人际关系都会变得更透彻 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不再是难事 但他们就是不明白 看住他们苦苦挣扎的样子 我感到相当惋惜 于是我决定降低记录学的门槛 先从具体的方法和技术开始推广 让实践记录的对象 从国家 企业 乡镇 扩大到个人 我建立YouTube频道金教授的三件事 也是出于这个契机 如同解开包袱一样 我透过影片一点一点揭晓各种琐碎的事 像是如何写笔记 或是读书的方法 早起的方法等 令人压抑的是 请听我的故事 对故事产生共鸣的人 多得超乎预期 从某个角度来说 记录虽然平凡简单 但大多数的人 仍无法在生活中好好应用 当我仔细聆听每个人的故事后 原本轻松的心情逐渐沉重 我期盼他们拥有更好的生活 喜欢我的记录影片的人 不分男女老少 他们全都感受到 记录自己生活的好处 记录很单纯 不过是记录每天的自己 只要把你的想法 经历 感受等全都记下来 就能得知自己最重视的是哪些东西 统整他们后 留下来的就是记录 留下记录 人生就会变得容易 曾视为问题的事情 从此没什么大不了 烦恼也都会迎刃而解 诸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能看得比巨人更远 记录亦然 纵使现在是诸如 累积许多记录后 我们可以站在上面 遥望更远的地方 如果把自己留下来的记录 当成垫脚石 便能站到最高点 成为巨人 我把书名定为巨人的笔记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我希望能透过巨人的笔记 教导各位记录的方法 让人生变得容易一点 在这场人生旅途中 我会一直陪在大家身边 无论是帮助各位活用记录 作为成长的垫脚石 亦或带领大家 透过记录挖掘 藏于内在的欲望与真心 各位大可不必担心内容过于困难或复杂 犹豫该不该继续看下去 我的记录方法 就算是从来没有写过笔记的人 实践起来也像吃饭呼吸一样简单 这本书总共分为三个主题 第一部记录的人 提出记录的重要性与价值 告诉大家跨越成长障壁的方法 第二部巨人的摘要法与分类法 则说明如何概述脑袋中的复杂思绪 分类这些想法 以便随时拿出来应用 最后的第三部最重要 内容涵盖即刻适用于任何人的巨人的五种记录法 当中介绍了如何记录学习 对话 想法 日常 工作等生活最重要的五个领域 以提升自己的效率 假如你在怎么读书 成绩都没有起色 看了一堆书 也记不住任何东西 老师没来由的感到郁闷 或是渴望提升工作成效 就应该记录 对于来到极限的各位而言 记录是最简单 最快速的方法 盼各位能像我先前在历史与记录 抽象与具体之间不断苦恼那样 在人生目标与记录之间认真思考 如此一来 记录将成为一大利器 为各位指引理想人生的方向 有策略地活出自己的人生 我在人生中领悟到的唯一法则就是 记录是连结人生价值与实践的最佳工具 事已 我真心希望各位能像我一样 在生活中好好记录 内容连载 我们为什么该记录 我是记录型人类 记录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我时常记录周遭的种种 做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如饮食 记录型人类会把散落在身边的无数知识 与智慧放在心里 简而言之 成为记录型人类会变得特别聪明 因此 我成了一名记录推广者 不时建议身边的人成为记录型人类 告诉大家记录的理由与必要性 请记录吧 你的人生将会变得不一样 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活得更智慧 拥有更高水准的知识 想实现这两件事 记录绝对是最简单的工具 学会记录 活用记录 肯定能更接近你的目标 记录之余各种成就都是不可或缺 无论是提高学习成效 还是规划未来 让人生变得积极进去 记录的优点多得说不完 我就先拿最普遍的两个优点来说明 一 记录让人持续成长 从出生到死去的那一刻 人类都在成长 这里说的成长是持续累积知识与智慧 同时不停拓展自己 停止成长的人不会有未来 所以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渴望着成长 人类成长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 其一是从外界获得成长 其一是从内在得到发展 同时利用这两种方法 就能产生加成效果 达到真正的突破 记录的形态也差不多 同样是透过两种方法进化而来 第一种形态是搜集外来的无数知识与非知识资讯 然后挑出重点 留存重要的资讯当作记录 第二种形态则是极由记录 展现内在深处的潜力 换句话说 就是透过阅读 看影片 对话等行为 累积内在的知识 再以记录的形态呈现出来 这两种记录形态像齿轮一样相互捏合时 就会提升效果 使你活得充满智慧 二 记录让人得以主导人生 成为人生的主人 无异于获得自由人生 出文这句话 请客间可能很难理解 诚如前述 记录是统整之后留下来的东西 把自由四散的东西聚集起来 赋予秩序的行为 难道不会和自由差太多吗 从结论来看的话 绝对不会 我推荐各位的记录方法 将带领你们迈向自由人生 我也是因为这样才开始记录 试想你正站在一个凌乱不堪的房间 此时 你急需确认一本书的内容 却怎样都找不到那本书 书桌放满了书 床上杂物堆积如山 你得从一团混乱中慢慢寻找才行 假如房间整理妥当 根本不需要浪费珍贵的时间找它 但现在 你甚至有可能找不到 让我来问问各位 哪一种情况比较自由呢 秩序之所以能让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 原因就在于可以减少无谓的琐事 让你自行打造人生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身处混乱之中的人 绝对无法获得自由 记录等同于整理好凌乱不堪的房间 打造随时都能自由活动的专属空间 若是能将脑海中的房间整理前进 把想法好好收集起来 方便有需要时随时取用 想必会过得很自由吧 因此 我总是对人说 想活得自由 就记录吧 奉劝各位一定要成为记录型人类 接下来我仍会一直提到这点 伊利每天持续成长 获得自由的人生 成为记录型人类其实不简单 你必须再三体验记录的各种功效 包含前述的成长与自由 而且至少维持半年以上 知道方法却不实践 什么都不会改变 最愚蠢的期待 莫过于以为自己领悟了就会改变 现在的你 充其量只能算是站在起跑线上 成就 是身体记忆与实现勇气的产物 养成习惯 持续实践 从过程中获得一点快乐 才能走上成功的道路 别再错过找上门的机会 让自己获得成长与自由吧 抓住消散的知识 这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退伍后 我决定重回校园 复学前三个月 我每天花十八个小时读书 努力想追上落后的进度 各位想想 一天花十八个小时读书 有可能一无所获吗 第一个星期可说收获良多 我读完了十五篇左右的论文 也看完了两本书 但问题是 以这种方式学到的东西 无法长久 几天后 我逐渐淡忘看过的内容 最终忘得一前二进 尽管我不断把知识填进脑海 它们还是像竹篮里的水一样花花流钱 那时我才意识到 即使动作会变得比较慢 还是要充分利用时间 好好把东西记起来 于是我开始记录 阅读论文或书籍时 我都会标记重点 在空白处写上关键字 每次结束一个章节 便把记在脑海中的重点写在便条纸上 读完一整本书后 再把事先记下来的东西腾到笔记本 并且加上自己的想法 若有必要 也会调整重点顺序 起初 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提升学习效率 单纯是觉得都这么努力读书了 却一下就忘光光实在太可惜 才会出于本能开始记录 想把知识保留在脑海里 这么做虽然比以前耗时许多 但真的学得到东西 令人压抑的不止这点 过了三到四天后 记录时间明显缩短 再过一阵子 连读书的时间都变短了 我并未改变读书的方式 只是善用记录来打通脉络 书自然读得比较快 就算不读书或上课 我们照样可以从生活经验 获得各种收获 世界上满是知识 资讯与灵感 但我们往往与之擦肩而过 或者没有好好抓紧它们 这绝不是因为你头脑不好 而是因为大脑容量有限 大脑无法记住所有的资讯 所以将记忆分为两种 很快就忘了的短期记忆 和长久保存的长期记忆 重要的是 记录可以帮我们把吸收的知识 分类到长期记忆中 紧紧抓住那些 我们错过或放开的东西 为了记下学过的内容 我们得保持高度专注 做到专注阅读 仔细思考后 记录下来多次回顾记录 让大脑认知到这个知识 必须放在长期记忆 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庞大知识 最终几乎全都消散而去 不觉得可惜吗 比起可惜 你应该感到警惕 毕竟我们每天都在错过成长的机会 如果想摄取丰富的知识 就不能只是胡伦吞藻 唯有好好消化这些知识 它才会成为你的血肉 记录行人类的记忆方法 记录 然后附送出来 有些人说 我很认真做笔记 但还是记不住 无论多认真笔记 仔细画下重点 依旧记不住学习内容 多半是因为错误的笔记习惯 我想问各位 你为什么做笔记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为了记住某件事才这么做 可是务必留意 一旦你产生了先笔记下来 之后再看的想法 你记得几组电话号码 除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以外 还记得谁的 很多人甚至没想过要背下电话号码 智慧型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 我们记得的电话号码非常多 然而 现在可以把号码全都存在手机里 莫被显得没有必要 将记忆托付给笔记 也是同样的道理 想不起来某件事 就直接查看笔记的做法 不外乎是记录的次要功能 假如你下意识依赖这点 不再自主记忆 记性就会越来越差 列举几项对记忆造成不良影响的 错误笔记习惯如下 第一 为了不记某件事所做的笔记 第二 不经思考的笔记 第三 为重复利用的笔记 就像前面说的 为了不记某件事所做的笔记 无法在脑海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不经思考的笔记 难以消化成自己的东西 与复制贴上并无二致 根本不会留下印象 在后续的章节 我将会告诉各位如何把笔记 消化成自己的东西 最后一种则是不再查看的笔记 写过就丢的不能算是记录 假使记录的出发点是整理资讯 将其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终点就是要随时回顾它 简而言之 就是要重新拿出来确认 这样说来 究竟该如何笔记 才能记住一件事呢 我的建议是 记录 然后附送出来 不妨就称其为记录型人类的记忆方法吧 记忆 越淬炼越横久 倘若解读一件事是记忆的开端 写笔记就是记忆的第一次淬炼 回顾笔记是记忆的第二次淬炼 第三次 也就是最后一次淬炼 则是用言语和文字重新表述 完成三次淬炼后 我们就会牢牢记住这件事 记录 然后附送出来是记住一件事的最佳方法 无论是读书工作日常生活都无所谓 只要透过记录尽量保留记忆 未来不管做什么 都有机会发挥惊人的实力 记录高手不会写太多 当我说自己是记录学者时 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我是那种成天在笔记本写满文字的人 他们的脑海中浮现的 想必是从早到晚仔细记录 统整生活大小事的人 事实上 这种想法半对半错 我会记录一整天发生的事情 像是今天该做的事 闲暇时的娱乐与别人的对话 我的情绪甚至做了哪些家事 只不过 并不会一字不漏地把工作内容或对话等照样写下来 许多人听到别人叫他们记录 都误以为要像素季言那样 记下全部的事情 如果叫他们边阅读边笔记 记录甚至会后的和一本书没两样 另外若叫他们读20页左右时记录一下 他们记录这20页所耗费的时间 和阅读时间差不多 光听我这么说 就觉得喘不过气吧 这无非是让人放弃记录的捷径 边上课边记录也是大同小异 尽管你悉数记下老师所说 依旧记不住课堂的内容 实在冤枉 线上课程亦然 各位应该都有过暂停影片 认真抄笔记 继续播放或者错过某些段落时 倒带重看的经验吧 如果一直执着于笔记 绝对很难专心上课 更何况你之后会复习笔记吗 我想不会吧 即使真的想复习笔记内容这么多 什么时候才看得完 哪怕是看完了 想不起老师在课堂上说过的话 依旧是徒劳武功 人对于语言的理解远比文字更强 可惜老师本末倒置 为什么该写摘要 假如上课时用新笔记 内容却像别人写的一样新鲜 读完书做了笔记 内容却彷彿不曾看过一样陌生 如此认真笔记究竟是为了什么 有些人正好相反 他们从不笔记 把心力全放在听讲 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好 从众多内容中挑出重点来笔记 做这件事才有意义 毕竟抄下一堆笔记 难保不会反课为主 失去焦点 若是细数我们一星期当中经历的 听到的 感受到的东西 会有多少呢 按照细分的程度来说 少则100至200个 多则1万至2万个左右 即使我们想掌握全部的资讯 也不可能完全记下来 因此 摘要是不可或缺的 摘要是压缩记忆 重新创造的行为 举例来说 昨天你走在路上 看见树叶在风中不停摇摆 当下你忽然感觉到树叶好像在说话 然而身为记录学者的我会写 树叶的细语 在这段简短的文句中 我写下自己看见树叶时的所有意象 换言之 尽可能地压缩这次经验 然后重新创造它 留下重点 其他全丢了吧 常有人问我 我是不是真的会记录一整天发生的事 每当听到这个问题 我都这么回答 不 我会摘要一整天发生的事 相较于在笔记本上记录的过程 我其实更看重在脑海中找出重点的过程 这是因为 无论你想记录的是思考 阅读 对话 皆需摘要 记录任何事情前 都要说得出重点与对自己有意的内容才行 试着想象一下 当你一边上课一边笔记重点的时候 听了五分钟左右 你开始用笔电敲出笔记 或在笔记本手写笔记 把讲师这五分钟所说的内容 整理为三到四个关键字 换句话说 你在这个过程中 理清所有脉络 并自行找出最具代表性的关键字 这是一个高强度的摘要动作 不善摘要的人不妨掀视住这么做 无论如何 笔记两个关键字 举例来说 看完一部二十分钟的YouTube影片后 先选出有关两部影片的关键字 阅读时已然 不管书籍篇幅多寡都无所谓 若想选出十个以上的关键字 势必很困难 但选两个谁都能做得到 事实上 如果要求自己简短笔记 执行能力一定会更好 因为只要稍微写出重点的念头 会让心理负担少上许多 下定决心选出两个关键字的那一刻起 你就会全心全意想住 我一定要找出绝对不能忘记的那件事 找到重点 其他全丢了也无所谓 如果你因此感到犹豫 我想告诉你 舍弃的勇气是成为出色记录型人类的条件 若要找出有价值的记录 断然不能害怕舍弃 不多不少 试着执行三天吧 这样做不仅能节省时间 还能把笔记的内容记得一清二楚 此外 如果是习惯写一堆笔记的人 希望你可以改变自己的习惯 学着找出重点 简短笔记 想正确笔记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摘要生活大小事的习惯 什么应该摘要 生活的大小事 我们能摘要的不光是有意义的知识活动 正如想法 学习 对话 日常 工作等全都可以记录一样 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也都可以摘要 做任何事或采取行动 无异于将累积的知识付诸实现 也就是说 我们所做的事情或行动中蕴含着知识 一般称此为隐性知识 不是肉眼可见的知识 而是内隐在身上 形成习惯的知识 因此 摘要自己做的事或行动 等同在摘要身上的隐性知识 摘要隐性知识 把它表现出来后 就成了显性知识 古名思义 就是肉眼可见的知识 养成摘要的习惯 好比在生活的各种领域中 将隐性知识转换成显性知识一样 假如你采取了某个行动 或者做完了某件事 试着这么做 首先 按照顺序写下自己做了什么 再思考其中有意义的环节 然后记下来 不管是做这件事当时的感受 抑或浮现的想法都可以 唯有如此 你才能亲身体验到隐性知识 转换成显性知识的过程 一开始不妨先从慢跑 这类的小行动助手吧 之后将能够摘要工作专案等较大规模的事情 如果不知道该怎么选出事件 不妨以时间进行摘要 摘要 一天 一星期 一个月 一年 试着整理自己一整天做了什么 这时候 你得依照重要程度排序 而不是时间顺序 摘要一星期时 试着回想这星期做了什么 摘要一个月 一年时 也都是相同的方式 假如你想摘要一天 就在一天结束的晚上做 假如你想摘要一星期 就选在周末做 假如你想摘要一个月 就选在月底做 假如你想摘要一年 就选在年末或年初去做 我今天做了什么 我这星期做了什么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我这个月做了什么 我这一年做了什么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摘要一天或一星期时 只要大略回想一下 就能想起一些重要的事 不过 以一个月或一年为单位时 要想起重要的事恐怕不容易 由于期间较长 发生的事很多 所以很难果断做出抉择 此时 如果先分类的话 重要的事就会神奇地 一一浮现在脑海中 建议各位摘要一个月 或一年前 先区分工作 人际关系 学习与成长 家人 休闲娱乐等 再回想有哪些事情比较重要 替生活摘要后 便可以确认自己比较喜欢什么 擅长什么 能从什么当中感受到成就感与满足感 这是深入了解自己的重要资产 因为你将更明白自己该如何在一天 一星期 一个月 一年之间 安排这些重要的事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这句话适用于世上的一切 纵使你决定摘要知识 工作 自己的日常 也有可能时常忘记 然而 万事起头难 就算一开始做不好 希望各位还是要坚持下去 试着实践三个月 自然会逐渐养成摘要的习惯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书籍购买的网址 我放在影片描述栏中 想要了解更多 可以前往购买阅读 还有喜欢我影片的人 别忘记按赞订阅 及留言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罗 拜拜